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這個還沒到頭了 剛開始而已 那個食用油為什麼占最多 因為葵花紙有80%都在烏克蘭 對 所以這個就是最現實的因素 因為不管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都是糧食出口大口 那兩個加起來的效應就是這樣 而且還沒到頭了 還會再漲 放心 所以 那這個作弊沒辦法 因為糧食這種東西 沒有就是沒有 對 所以這跟人員不一樣 人員是有 不准買 所以兩個邏輯不太一樣 糧食真的沒有 比如說烏克蘭 就是很大的受害者 而且烏克蘭開始播種了嗎 播種了嗎 完蛋 所以明年也很慘 明年更慘 那比如說舉例 烏克蘭的小麥都在19母 19母現在正在打 對 那19母今年 它的小麥大概 只收了1% 那1%出口 就少掉了2% 那完蛋 那它占全世界10% 那就是全世界大概少了7% 所以你去想嘛 比如說它本來要運到中東或北非嘛 對 那中東北非現在就缺糧嘛 那它就跑去跟別的地方買嘛 那跑去跟別的地方買 當然就帶動糧價上漲 這必然如此嘛 所以 糧食的問題是缺貨的問題 那人員是不准買的問題 所以人員只好大家一起作弊 那糧食作弊沒用 因為就是沒有 所以坦白講 今年真正危機的問題是糧食 而且糧食還有別的原因造成短缺 就是氣候變遷 比如說旱災啊 所以沒發生戰爭 它可能就會少 本來就在減少 結果又發生戰爭 那更少 有人估計 已經增加了7000萬難 的糧荒的可能 聯合國之前講過全球糧荒 年底可能會增加到2億 2億 所以是在我們看不到非洲地區 中東國家 我們根本不知道 可能還有部分的亞洲地區 那 2億 對2億 因為印度還好它今年大豐收 對 所以它有可能會照顧孟加拉 這種國家 對 所以南亞可能還好 那比較嚴重就中東跟非洲 像黎巴嫩它百分之80 都是從俄乌進口 哇 百分之80 那 所以這個很麻煩啊 這個坦白講也不是只有小麥 大麥也是啊 然後 葵花紫油嘛 你想得到的糧食 這兩個國家都有啦 嗯 連 黃小玉嘛 黃豆 玉米 玉米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所以這個只是比重的問題啦 那你剛剛講到石油啊 事實上 作弊的國家 不是只有你剛剛提到的希臘啦 希臘只是被注意到而已啦 有印度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印度 可是印度是做給你看啊 我擺明作弊啊 我知道啦 可是印度 所以印度是真小人嘛 對 人家是講白的嘛 那有一些是繞好幾圈的啦 比如說舉例啦 因為長期他們都跟俄羅斯合作的嘛 比如說義大利最大的煉油廠 叫ISAB 那它是 俄羅斯 控股的瑞士公司所有 你聽到嗎 你看有多複雜 俄羅斯 有一家很大的石油公司叫做 盧克石油公司 然後在瑞士成立一家控股公司 然後這家控股公司 擁有了義大利的最大的煉油廠 哇 為什麼 這知道這一大圈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它專門加工俄羅斯 跟非俄羅斯的原油 那請問最後錢是誰賺啊 俄羅斯 是啊 我跟你講喔 歐洲有很多這種公司 就表面上看是義大利的公司 那事實上它背後 股權可能俄羅斯就是參股啦 這種關係非常的多啦 比如說 德國也有一家公司 叫做Luna煉油廠 它是由法國TOTAR擁有多數股權 可是呢 它是透過 德魯茲巴煉 那個輸油管道 取得俄羅斯的原油 所以它是設在德國 可是是法國的公司 然後它是取得俄羅斯石油 透過油管運進來 然後在這邊做加工 就賺錢還是俄羅斯 對 對 當然是啊 因為你要買俄羅斯 就是德魯茲巴 這是很有名的油管 對 很多啦 就是都是類似的 譬如說克羅埃西亞 隨便舉例 有一家公司叫做摩爾 這家公司是克羅埃西亞 匈牙利 斯洛伐克 共同經營的匈牙利石油集團 然後三個國家啦 然後也是通過我剛剛跟你講的那一條 Droom Spa 那個輸油管購買它的原油 那結果呢 那 現在是斯洛伐克跟克羅埃西亞主張制裁 那宣牙利反對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這大家一起用的公司 怎麼辦 那到底要不要繼續 我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例子 所以你剛剛講說 有些是去買什麼海上飄的 不知名來源的石油 那只是怪招之一 那這樣美國如果跟 我不知道 當然不是說 我馬上跟加拿大合作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是共和黨的政見 OK 對 所以他一上來就停了 拜登上立刻停啊 Kiss Stone 拜登 很重要的競選政見 就要把它停掉 停掉是因為為了保護 當然氣候變 就是氣候環保的問題嘛 所以拜登只要恢復這一條 就得罪所有環保人士 那在年底選舉 這是不可能的事啦 因為這一條Kiss Stone 經過很多州耶 你要得罪多少人啊 所以他現在等於就是拜託 也不是拜託 就要求加拿大 你就是用更高成本的方式 把油運給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加拿大是想說 我已經極限了 因為他如果透過運輸 那成本極高 那成本太高了啦 他就是當初為了要節省這個成本 才蓋這條油管 對啦 各地的環評就一直卡卡卡 那川普是放行了 可是很不幸他四年內沒有蓋完 你就知道他有多長 真的 因為他通過好幾個州 那拜登一上來就代表 民主黨的主流 就直接把他砍停了 對 你現在怎麼可能 把他恢復 你恢復了 那共和黨就爽死了 所以 這個都是不切實際的啦 事實上 也有另外有人嘛 不是說你去跟委內瑞拉求求情吧 這是民主黨的方案 委內瑞拉是現在除了印度之外 大概是賺數一數二多的國家耶 沒有他就是美國跟他買嘛 對 那共和黨已經在批評了啦 說你自己的油不用 他跑去買那種獨裁國家的油 對 對不對 美國就是這樣在罵 那甚至還有 更決的方案是說 那我們去跟伊朗買嘛 那跟伊朗買不是更難看嗎 超難看 就是你 因為我那時候他跟伊朗 都是你制裁的國家 是 那你現在為了要 要去拯救制裁俄羅斯石油 產生的歐洲國家的不幸的後果 嗯 然後只好去取消兩個 你本來制裁的另外兩個國家 而且我 大哥對不起我 對不起我比較小人 我都懷疑說 美國今天想方設法 比如說跟委內瑞拉跟誰買到的石油 是他要自己用 還是要真的拿去救歐洲 我自己用啦 對啊 可是後來簡單講 不是要救歐洲 後來簡單講就是量都不夠嘛 所以後來他不是 直接釋放戰備原油嗎 對啦 一天什麼150萬桶還是什麼 對對對 那那個量非常大 那所以美國的石油就 有點就開始降價了 所以美國目前的油相對於歐洲是便宜的 所以拜登當然 他的戰備油 當然是有效的啦 不過戰備油 美國是有要求一定的比重 對啊你不能用到 低於一定的比例 已經低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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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沒有辦法 沒有油了 因為你現在 你的LNG已經賣給歐洲了嘛 對 那你已經找不到其他的油源 因為你把人家都砍了嘛 對 你把伊朗跟委內瑞拉都砍了 對 然後你自己加拿大來的 你又基於環保理由又不能錢 你又不肯多 又不能蓋油管 所以 沙烏地阿拉伯又不理你 阿聯酋不理你 沙烏地阿拉伯他是要他增產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中東當然不理你嘛 他好不容易有機會賺錢 他為什麼要理你 而且這個是你自己造成的 而且你要知道中東是欠俄羅斯人情 因為前一陣子 就是那陣子油價跌到新低的時候 就去年嘛 去年不是有一度跌到三十幾塊嗎 那中東去拜託俄羅斯聯合減產阿 把油價回 那俄羅斯幫了一個大忙阿 所以 他們要還這個人情阿 所以不可能這個時候去坑俄羅斯阿 所以基本上沒解阿 所以 不管是糧食或人員阿 都會使得歐洲國家 不可能力挺美國這個制裁力挺到底 不可能阿 撐不住了